字都진TV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字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正式開始這影片之前 想講一說 資訊分析的影片 真的是非常需要大家留言 無論你有什麼意見 都歡迎留言跟大家講講 如果你認同我說的話 給我一個贊 因為YouTube這邊 會看留言及讚 推播我的影片 前两天我出了一条影片专门讲恒大发展商 主要是针对几件事 第一就是6月底的时候恒大宣布在还债方面努力还了3000亿 剩下不够6000亿的债务之余 也去除了一条红线 也就是说其中一条线由红色变成绿色 刚刚好不用踩三条红线 但是同时间是7月头的时候也有相关的新闻是说回恒大的一些对合作方的商票是兑不到 而当中牵涉的这个商票的债务是说超过2000亿的 也都讲解了商票这个东西是没有息率的 也就是欠商票的话是无息贷款 就是简单说就拖着别人的合作方的数 所以变上恒大有机会是用这种方式变成一种融资的方法 其他的钱就去还了有息的债务 还了给银行先 在7月份里面也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 而讲紧早几天的时候 刚刚就有一间广发银行 而氢支行这一边就冻结了恒大在当地发展商子公司的一个银行的资金 牵涉是1.3亿左右的 而在同日的傍晚时段 恒大也发了一个声明 操持强硬地说广发银行这样做是滥用塑造程序 还有解释这一笔的贷款本身应该去到2022年的3月份才到期 就说广发银行不对 提早就冻结他的资金等等 当时我也讲过我的看法 就是冻结资金不是一个罚款 因为我又拿回汇丰的对比 久不久就被美国那边罚他几亿 说的是有机会美金 所以如果你说是冻结了1.3亿 在我角度又不是真的一笔很大的数 再加上冻结不是没收不是罚款 只是可能要求你还回这个数之类的一个做法 也是冻结了其实是有得谈的 而结果恒大在今天的早上也都在发放了一个公告 就说和广发银行那边基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但是他没有说共识的内容 可能共识就是提早还款都未定的 反正他是用一个比较上温和的措辞 就说和广发银行那边仍然是一个友好合作方 无论他和广发那边谈成什么都好 似乎是想为这件事都稍微降温一下 同时间也都有另外一件事我想说一说 就是我见到早前的影片里面都有观众留言 有些银行如果连1.3亿都要凍结他 就是说对这个发展商非常之无信心才会这样做 这一点我某程度上也都认同 但是重点也要看一下到底是个别事件 还是陆续有例 结果在昨天也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关于香港的恒大这一边 其实之前我在君隆湾的验楼片里面 也有观众问我们 现时恒大那么多问题 这个香港的盘会不会都要出现 砍价 诸如此类或者是有些受影响呢 当时我都说理论上香港这一边的恒大 是财政独立的 即是和国内那边无论你的负责是怎么样的 和香港这边的影响相对是隔开了 但谁知道呢 因为国内这个 母公司实在的负面消息太多 结果呢 在昨天也都是有 报道就说 香港这些龙头的银行呢 就会停了 他现时 旗下的项目 一些楼花的按揭 那消息一出就当然是市场歪然 也不如正常的 因为会觉得 真是 很不备 你现在连香港的楼 一些已经就来起好的楼 银行都说不想借钱 给你做按揭 那一些 建期付款的客户 又会不会受影响呢 这次真是很大劲了 讲真一句 当报道未明示的时候 就这样一句抛出来 传闻什么什么 停按揭 其实我都会认为 建期客是不是做不到 或者是真是会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呢 因为那些会比较彷徨的 你还没正式申请到按揭 因为接下来就 8月份 军龙湾二期收楼 去到10月份 恒大瑞丰才收楼 而另外一点我都有一点摸不着头的就是 既然建期都已经去到 接近收楼时间了 两个盘分别在下个月 和过多三个月都已经是收楼的状态 的话 为什么还要停它的按揭呢 因为其实去到延楼的话 银行的风险 是小到不得了的 那好了 去到昨天比较夜晚一点的时段 这个的传闻和消息有具体化的情况出来 第一知道是汇丰银行去停这件事 第二 原来建期也都不会受到影响的 已经做了按揭 批了按揭的职工也都不会受影响的 到底是哪一批的买家受影响呢 就是现在他还有余货的 假设你是6月份买 但是现在都还没上会的 你又是选择职工这个方法的话呢 你有机会受影响了 因为 停了的银行就不会再和你审批这件事 那汇丰出了声之后呢 往后也都有几间银行 是根据他的做法正如报道所说 汇丰就带头 然后就渣打 东亚 再之后呢也有三间的银行 是说了不会做恒大 旗下楼盘的一个 职工楼花按揭 包括了 中银香港 恒生 和这个建行亚洲的 我们就着这个情况来一个总结 那本身 军龙湾的一期 已经是收楼了 你看我也有严流影片 二期也都会在8月份收楼 那其实理论上呢 你要做建期的那些客人呢 其实现在都要做的了 那就是说军龙湾 二期我也都看不到 有些什么情况呢 会是影响到一些 买家 甚至乎是准买家 因为你准买家的话 其实已经等于 成交在8月份 那看回今早的一些讯息啦 如果你说真是 受影响的 理论上呢 其实就是5月份打后的一些 买了这两个项目的买家来的 包括呢 数字上 包括恒大 瑞丰 由5月份之后买入 而又选择职工的买家 只有两个而已 而恒大的 军龙湾二期呢 选择职工的买家 由5月份打后开始计 就有56人左右的 那按发展商已经即时 出了一个的声明的 就说可以延期 60日 成交 那就是说呢 是可以等到8月份 已经是燃楼状态的情况 再申请按揭的 那到这些位 说真的那句 那么多媒体 和银行 都已经是 开始 去到 不信任理啦 报道又负面 其实发展商都一定要做回 挽回买家的信心 但是整件事我就看不见你说 在香港这两个项目来说呢 有非常之大的负面影响的 最多就是买了那些人觉得 这个发展商现在不老义的 会不会影响我陈楼未来的升值力 诸如此类的 若然你本身想着买恒大瑞峰的 我相信你都不会选择在这几个月 特意再去成交之余 又选职工 plan 怎样都选择个建期 甚至乎是等他现楼才买又如何呢 整件事影响比较大呢 多数都是心理上的啦 如果未来一两年来 恒大华理智 有第3个项目是会开售的 那买家一定会的信心 就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以前就觉得你是国内接近最大的一个内房发展商 买你的东西 怎样都有保障的 但去到现在 国内有那么多问题 香港盘呢 都有些少瑕疵的现象出现 信心的打击呢 就一定有的啦 无论怎样都好 我见呢 恒大仍然是想为自己的负面新闻 不断地去降温的 包括呢 提早 入了一个还款的金额呢 去一个美金的账户里面 那就是说我有钱的 我是提早还钱都没问题的 而关于香港这两个项目的部分呢 由于他都还有一些余货可以买 到底他会不会真的选择减价呢 机会就不太大啦 因为你减了价呢 之前买的那些又不开心 我猜他也会再有一些声明之旅的做法 又或者 来着想想想 怎样呢 帮手去买这些余货的啦 但是 实际上这两个项目 现时一些银行说停距楼花的按揭呢 对实质 一个 影响性 负面性呢 又不是真的大得很紧要啦 那我见今天的股价呢 都开始回升了 那当然啦 未来可能他的股价呢 都是很波动的 我不建议大家都是那句话 都好像很划算的 分身啦 如果你真是考虑的 都是逐点逐点入就算了 不过感觉上 现在有些什么关于这个发展商 风吹草动的一些小消息呢 媒体呢都会将它放大来看的啦 毕竟呢可能那些读者们 都是喜欢看人 就最开心的嘛 那我就不说出来是什么啦 这次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啦 有些什么意见的 也都欢迎留言跟大家讲讲 若然你看完这条片 觉得都值得赞好的 欢迎给个赞我们 兼且转发这条片给你身边的朋友啦 今集的浪呢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事家兄弟这条频道与团队 一直以来都是你大关区 置业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 最贴心的服务 除此之外我们也都会为你分析 各个户型的优缺点 风险因素 无论是购买前的 资讯和分析 以及购买后的 回款 签约等等 我们都可以承诺全程跟进 以及将来的收留 及却助办理各项 证件文件等等 确保给你最贴心的 售后服务 和跟进 成为你置业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现时我们在港岛的铜锣湾 以及九龙的旺角 都有两间实体的木店 欢迎你随时想来 查询各项大湾区置业的资讯 我们期望为每一位观众客户 乘得最理想的安乐窩 以至是投资物业 热切期待你的到访 以及资讯任何关于湾区置业的问题 如果还没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的 可以现在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 拜拜